屏東市民生路上正在興建的演藝廳 是屏東縣重大藝文建設 為了迎接屏東縣藝文新地標的誕生 讓縣民對全新的演藝廳有認同感與參與感 文化處特別辦理演藝廳爭名票選活動 廣邀民眾踊躍發響 積極參與 屏東縣政府從即日起 要開始對這個演藝廳做命名的活動 我們是希望說透過全縣縣民的參與 或者是全國民眾的來這樣子的投件 能將我們的演藝廳能夠有它一個非常好的名字 演藝廳爭名票選活動 第一階段爭名 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 每人至多可投三件 命名字數至多以9個字為線 並想填100個字以上的命名意涵 以通訊郵件 傳真 網路或親自送達等方式投件 經評審選出10個入圍作品 再進行第二階段票選 參加的民眾 我們是有獎金的 第一名是5000塊 第二名3000塊 第三名2000塊 還有佳座是500塊 我們是希望從即日起 我們的縣民或全國的民眾 都能夠來投件 能夠來為我們的演藝廳 它的誕生 給它一個好的名字 文化處表示 演藝廳定位以音樂表演藝術為主 舞蹈及戲劇為輔 相關工程預定明年6月間完工 並陸續試營運 預計9月27日開幕 演藝廳證名票選 活動詳情可上文化處網站查詢 或洽詢表演藝術科朱小姐 電話 087340659 評刀新聞 張榮英 劉建榮採訪報導 評刀文 妙矽瓜姿的第一位 有預問 男偵展開 大家 whenever 級別的少 ад的 espaço恉